这堂课的练习素材就在以下的链接了 请在链接的破网下留言 这一堂课的代号 你将会收到这一期的歌谱了 若你想支持我 也可以点选另一条链接 购买我写的书籍 获取更多的练习素材 支持我 让我有经费可以继续经营好这个系列 首先什么是Code 单音符 主旋律 melody 多音符 和弦 就是所谓的Code 就是我们伴奏使用的东西 关于Code 主要是有两个种类而已 大和小 major大调 minor小调 例如黑白 阴阳 真不那样 不是大 就是小 没有卡在半中间的中调的 你会在很多歌谱上看到以下这些 很多种类很复杂的 所谓的Cmajor 7 D minor 7 G suspended 4 C on G 之类 blah blah blah的啦 到底我们要怎么理解呢 其实读Code只需要读前面的大字母而已 把大字母以外看不懂的英文字母 cut掉 就变成了两个最主要使用的种类了 C单独一个英文大字母的就是Cmajor am大字母旁边只有一个单独的小m英文字母的就是minor quad就是A minor 其实Cmajor有两种呈现方式的 第一种基础和弦 Basic Chord C啊 E minor啊 F啊 只有大和小而已 这是最主要使用的种类来的 第二种 分为和弦 Surrounding C C A major 9 E minor 7 F major 7 这些复杂的 主要是改变气氛使用的 其实分为和弦是建立在基础和弦的基础下的 如果你看不懂分为和弦 就算你使用了 基础和弦也影响不大的 今天我要教你们的是适合初学者的Basic Chord 其实你只需要学会C Family里面的6个chord 就足够你应付市场上90%的流行歌曲了 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formular来创作的 chord的原理是一个音阶里面的一三幅的音符 钢琴的chord是看带头手指左手为指 就是5为主的 5是什么音符 配上正确的指法就是什么chord 就好像以下的图表这样 钢琴chord的指法有两种 1.Tonic Sequence 租音或者是音序指法 2.Arpeggio 爬音指法 一种Tonic Sequence 指法 就是最简单的一三五指法 但是射击的音域不完整 用单手弹插一首歌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其实这种主要用途是在键盘上设定Sequence用的 Sequence就是那种电子琴设定好的电子伴奏 2.Arpeggio 爬音指法 爬音指法设计的音域比较完整 你看到很多艺人在演唱会上面弹钢琴唱歌 他们的指法就是这种了 学流行弹唱是以指中指法为基础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学指中了 吉他Quad的指法有很多Pattern的 但是钢琴的指法只有一种而已 左手521 右手125 就是这样了 Quad的基础指法是 一个手指一个白键 以线条来做分割的 一条等于距离一格 两条等于距离两格 Arpeggio的指法是这样的 我们来个CQuad试试看 先来左手的521 左手的5在C3 当你准备好之后 OK来 5 5和2之间距离一个2 2和1之间距离两格1 OK 来 再来是左手5 5和2之间距离一个2和1之间距离两格 OK 当你的左手好了之后 就到右手的125了 OK 左右手之间的距离是一格 OK 1 然后 1和2之间距离一个2 2和5之间没有距离 就是这样了 5和1 125 这个就是Arpeggio的指法了 其实Arpeggio的指法要练习的是手指之间的距离感了 关于Horn Quad的思维 1 要什么Code 拿起左手的5去什么音符了 2 选好音符之后就配上Arpeggio的指法了 举个例子 你要GCode 拿起左手的5去G这个音符了 然后就配上Arpeggio这套指法 彈 就对了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念记方法 学Code 是要学习Code与Code之间的转换啦 单独学一个Code 是没有实际用途的 这次的功课就是念习这两个组合的转变啦 来 第一题 C Am F G C 就是这样了 好 第二题 C G Am F C 来 第一个C Chord 准备好 2 1 1 2 5 1 1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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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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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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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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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6 6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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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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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给你们的功课是 练习之前提到的那两个组合 练习的目的是 让自己的Mustle Memory 记得那个距离感 一下手的瞬间 就撑了这个形状 才代表你掌握了这个 Arpeggio的执法 用大概一个三到七天的时间 学习与掌握 掌握过后就可以进入 Chapter 4 学自弹之上了 这期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教权 有帮助到你的话 帮忙订阅点赞分享出去哦 感激不尽的 我们下场课再见了 拜拜